娱乐圈里的11位混血女星,最美不是baby而是她。 杨颖是混血儿的事实,是在和黄晓明大坤之日揭晓的。 杨爸爸始终得混血,五官很是立体,杨妈妈是上海人,但年轻时候也是美人一眉。 所以说,她有著四分之一德国血统,那张脸精致像一个洋娃娃,五官简直不可挑剔。 郭比婷以模特身份出道,之后评级郭敬明的小时代李南乡这一角色而走红,她身上也拥有四分之一的美国血统。 她情心的脸蛋加上深邃的五官,再加上那一头乌黑头亮的长发,一直让她也是广告界的宠儿。 刚出道时的李嘉欣脸上还有些婴儿肥,但后来天生励志男子气,在港姐选美中脱颖而出,随后惊艳娱乐圈,从此一直占据最美丽港姐头衔。 原来李嘉欣是中仆混血儿,天生好底子加上保养的仪,在嫁人之后更平添一份优雅,十分美丽。 李小璐有四分之一的俄罗斯人血统,你知道吗?很少人知道李小璐的母亲张伟欣,是个中俄混血的美女,也曾是受到无数人追捧的女演员。 而李小璐出道后,母亲张伟欣开始当上了李小璐的经纪人。 所以李小璐能那么早进入娱乐圈,不只是遗传了混血母亲的娇好容貌,也是母亲在圈内积累下来的关系。 张伟欣当初恒空出世让很多人都惊畏天人,其实她也是名混血美女,身上有四分之一的英国血统。 但张伟欣人生过于坎坎,童年并不是十分快乐,好在张伟欣十分坚强,如今美丽依旧,同时也是个十足的好妈妈。 曾经红吉一时的杨公如,虽然五官精致典雅很有中国古典传统美女的特点,但一双眼睛却分外勾人,原来她也有四分之一的美国血统。 其实年过四十的钟丽提是一个中月混血 如今的他依然被视为性感与美丽的代名词 在生育了几个小孩之后 依然保持住诱惑至极的前突后翘 坦称娱乐圈属一属二的极品赖妈 出道被人称九头深美少女的吴佩慈是个中美混血 他虽然拥有凹凸幼稚身材、魔鬼般的脸孔 可也没有让成功的他嫁入豪门 如今更是沦为生育机器 评级选秀节目出道的七威 能够顺利踏入影视圈 跟自身气质绝对分不开 成名后的齐威在鲁语访谈中 大方承认自己的爷爷是韩国人 所以自己也有四分之一的韩国血统 自带韩国血统 而后又嫁韩国人 这是不是冥冥中的缘分呢 21岁就拿下天王周杰伦 让很多人在羡慕昆灵的同时 也惊叹昆灵五官精致如巴比 昆灵是混血儿 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儿了 既有澳洲人的白皙皮肤 还有韩国人的细腻 可以说集中的中澳韩三国优点于一身 大家应该没想到胡杏儿也是混血儿吧 平心而论 胡杏儿在娱乐圈里绝对算不上是美女 但她在TVB剧中的精彩表现 还是为她赢得离很多人的喜爱 而她身上其实有二分之一的日本血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